柳一涵去了每一个没有与达鲁融合的世界 然后把复原陷阱分散到四周 每个世界放置一个复原陷阱就够了 只要米斯蒂科集中他的注意力 复原陷阱就会吞没世界上所有的毁灭阵 然后吸收世界上的魔力 把毁灭阵转换成复原陷阱 大多数的世界并不像达鲁一样那么大 因此复原陷阱并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来激活并完全覆盖整个世界 每当他们到了新的世界后 米斯蒂科就会一点点的愈来愈累 但也仅此而已 柳一涵所创造的身体就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厉害 就像是他们到访的第26或27个世界那样 柳一涵和其他两个人也找到了天使 由于柳一涵的行动 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 高等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等级较低的天使已经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 嗯 等一下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柳一涵进入了这个世界并放置了复原陷阱 但因为他们为了更有效率的操作毁灭陷阱 他们在陷阱上释放了探测魔法 所以 他们可以感受到毁灭陷阱的转变 他们先感受到了对毁灭陷阱的伤害 然后所有来自世界上毁灭陷阱的感应 同时断开了 毁灭陷阱正被摧毁 不可能 毁灭陷阱不可能被 但是并没有地下城被破坏 不 毁灭陷阱正变成别的东西 只是 发生了什么事 天使们一开始慌乱地跑来跑去 然后冷静下来后向上级汇报 虽然柳一涵在中途就将其截住了 然后冲向复原陷阱 在与柳一涵进行核对时指示了恢复陷阱的吞没过程 而米斯蒂科则是在和柳一涵进行核对时指导复原陷阱的吞没程序 吴主 他们正在追查 可以放着他们不管吗 当更高级的存在 要去干扰复原陷阱时 每个世界的复原陷阱都会狂暴化 所以即使是主神 也无法做任何事情 更不用说天使 啊 对了 有那东西在里面 无论是哪个世界 哪个复原陷阱 进入狂暴化时 陷阱都会发送信号给米斯蒂科和柳一涵 即使他们来晚了也没关系 在被人分析之前 陷阱都会自我瓦解 柳一涵满意地笑着解释道 这是我在莱特纳试验后 从主神身上学到的 是的是的 你越来越邪恶了 看来他们发现这一点了 天使们在意识到 这件手工品 是用某种他们不知道的技术制造的 而且 即使他们尝试去触摸它 也只会变得更坏时 陷入了恐慌 令他们更沮丧的是 他们甚至不能向上级报告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不能干涉它 我们不知道 弄出这些东西的存在 是想做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盲目地干涉它的话 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态 我们只能回到天堂 但是高阶天使 更甚者大天使 可以处理这件事吗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 如果这样的物品 只在这个世界散步 呃 卫士魔刚刚才完结了一场大战 又发生了调养的事啊 我们只在有史这个世界混乱的生物时 才会战斗 我们现在先回去吧 看来负责这个世界的天使们 很有能力 柳一涵笑着点了点头 只要他们不做任何鲁莽的事 他们所担心的事 就应该不会发生 不仅如此 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出 也没有必要 害怕主神会尝试什么东西 多好的机遇啊 如果每件以39.99美元的价格售出 复原陷阱会立即售清 你不是应该在他们做错事之前 和他们联络并劝阻他们吗 你在说什么啊 他们也只不过是劳动阶级 他们别无他选 只能服从命令 就算告诉了他们 有什么会改变吗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喊着革命性的产业的人成功过 最为根本的问题是 如果他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和他们接触 有可能会给了天堂一个借口 更严重的问题是 那个自称为主神的人可能 仍然与天君有联系 如果他向天使解释了情况 然后这件事以某种方式 向自称为主神的人报告了 就不太忧了 一旦柳依涵遇到别人 一切都会出错 所以他宁愿亲自处理所有事情 还比较舒服 即使你成立了一个 高级存在的组织病 成了领导者 你的思想 仍然像个边缘人 不用管我 无主 完成了 来前往下一个世界吧 奇怪的是 在米斯蒂科控制了 更多的复原陷阱后 反而变得更加活跃了 这可能要归功于 由复原陷阱所收集的记录 注意到这一点后 巴奇的脸变白了 以这个速率来看 难道我要被超越了吗 你一时的有点太晚了 你也应该帮忙的 巴奇 作弊 这是作弊 那么 你也要管理复原陷阱吗 那是不可能的 巴奇硬着头皮 吞下了他的沮丧 只能看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米斯蒂科变得更强大 无主 我正变得更强 更有效率 看来我们可以快一点 很好 积极会使你变得更强大 呃 被这个女人抛开 不可接受 世界的吞没过程 进展得十分顺利 在短短的四天里 柳一涵 将成千上万个世界的毁灭陷阱 转换成了复原陷阱 如果中途用光陷阱 他们只需要收集一些毁灭陷阱 然后将它们变成复原陷阱就行了 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工作 无主 我想你制作的陷阱 快要覆盖所有的世界了 无主 你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 征服所有的世界 你有打算在征服了所有低级世界后 去高级世界吗 你在说什么啊 你觉得有多少个低级世界啊 我如何能够全都走一趟 柳一涵立刻向巴奇解释道 当然 我制作复原陷阱 是为了让它跨越空间 并吞噬其他世界 米斯蒂科 我想 你该开始感觉到一些东西了 没错 我收到了信号 巴奇和米斯蒂科 再一次被启发了 他们还太弱 不能理解和接受柳一涵 米斯蒂科连神级的手工品 都还没有收到 在第32918个世界 柳一涵和其他人 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正当复原陷阱吞没中时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天使 已经意识到某些东西病 陷入了混乱时 突然间圣火 覆盖了整个世界 米加勒 不是 柳一涵转头 看见了与米加勒很相似的火焰 但发现 他比米加勒的弱很多 只有一个答案 乌列尔和米加勒 一样在四大天使中 以操控火而闻名 而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你在这里啊 柳一涵 乌列尔试着用他的圣火 找出柳一涵 但别说柳一涵本人了 甚至连与他一起隐藏的巴奇 和米斯蒂科 都不可能感觉到 最后 乌列尔只能再寻 找他的同时 大声地喊 响彻了整个世界 我从加勒列那里听说了 你应该在这里的 不是吗 即使对手是四大天使之一 如果没有提到加勒列的话 他也只会前往异世界 柳一涵现在最关注的人 有三个 其中一个就是加勒列 我希望与你对话 这对你来说 应该也不是一件坏事 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 乌主 你打算怎么办 柳一涵在想的是 这是不是陷阱 这会不会引起恼人的事 会不会遇到他担心的真相 在仔细考虑后 他举起了一只手 朝向天空 从他的手中 释放出了巨大的魔力 覆盖了整个世界 技能 空间统治者 发动 就这样 通往这个世界的闸门 暂时关闭了 然后 柳一涵和其他两人都显现了 乌列尔立即注意到他的位置 并飞向他 真的很难得才看到你 你的头衔泛宇宙级的边缘人 真合适 你为啥要刚出现 就对我造成伤害啊 而且 那个头衔 现在已经消失了 乌列尔是个拥有迷人的白金色头发 和金色眼睛的女性 当然 柳一涵不可能因为 对手是女人 就使他的毛便顿了 柳一涵在过去 就已经砍掉了很多美女 而且 他对柳一涵的先发制人 使他的敌意 提升至最高点 我希望你不要露出如此敌对的表情 我才刚 失去了一个 与我一起待了几百万年的同伴 要我把你送到他的身边吗 这并不是我自吹自擂 但是不是很多男人 可以在我的面前抬起脸 真厉害 哼 如你所知 我操作的火焰 无法超越你的火焰 就算我运用了地球的力量 但也对你不起作用 你知道吗 我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 我知道 所以我很好奇 为时摸你分身来寻找我 我希望能成为你的随从 随从 在柳一涵杀死了四大天使之一 然后成为第五派领袖后 成为他的随从 这是他在古力德提出联盟请求后 最荒唐的事了 在柳一涵惊讶地疑惑着 乌烈而笑了 说 我隐约知道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正为了避免高等存在的战斗的余波 对低级存在造成损害而行动着 对吗 不 我只是 为了生存而行动 就算你这样说 但是你正在寻找 可以让更多的人得救的方法 不是吗 柳一涵开始感觉不太舒服 并不是因为 他故意地做坏事或任何的事 而实际上 他是在试图保护他自己和身边的人 但他因为有人企图让他成为拯救了每一个人的圣人 而十分恼怒 乌烈尔似乎意识到了这一 耸了耸肩 这并不是重点 我按照加百叠的话来找你 并希望以天君的代表的身份 观察你的行为 与我在一起 你不必担心与天君的冲突 魏石魔这听起来像是个借口 柳一涵觉得 自己成了剧中的主角 然后回答 但是 我不太喜欢被一个再不清楚谁在背后的人追随 我是四大天使之一 我不会像其他天使一样泄露信息和记录 至少与其他期节相比 这证明了柳一涵的假设 主神分享了来自四大天使的重要记录 否则 他们不应该如此傲慢 说他们不会留下任何自己的记录 我想 我该先分析拉斐尔的遗体 怎样 你愿意接受我的请求吗 柳一涵耸了耸肩 因为他记得 拉斐尔陪他杀死天君的叛徒时 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那时的情况与此事截然不同 乌列尔没有办法干预柳一涵 现在他也可以 很好 我接受你的追随 另外 我不确定 你是否知道这一点 但是剩下的世界 已经不多了 没错 我已经听说了 你们的陷阱有巨大的能力 但是 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对吧 没错 柳一涵叹了口气 也许他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 也还在寻找他 难道就没有脱身的方法吗 然后他只能和他一起 直到木帘下落 还有黑西亚 柳一涵咬着嘴唇 把巴奇 米斯蒂科 和乌列尔 包括在他启动重动范围内 现在是时候 到达这一阶段的尾声了 到达这件事的真相 黑西亚 柳一涵很久莫来的世界 还是一个低等世界 在上一次柳一涵清理过后 这里的人们的情况稍微好转了 但还是抵抗凶猛的怪兽群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世界随时都可能沉浮于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听说 你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奇迹 整个黑西亚 现在把你当作神崇拜 你现在显行就会的话 触发沉浮于柳一涵这现象 就算他在清理过程中 完全没有显行 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也意识到 这其实并不重要 一旦他显行了 并向这里的人们 展现了相似的奇迹 人们就会碎败他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信仰心 也会立即转变 为对柳一涵根深蒂固的信仰 黑西亚也会将沉浮于他之下 也很有可能会马上与达鲁融合 一想到这件事 只是想确保父亲的安全 而坐实 柳一涵对这个世界的人们碎败他 感到非常惊讶 乌利尔笑着说 第五颗和最亮的星星 是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 没有其他超越者 能将低等世界和高等世界 融合在一起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还是认为 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吗 就算你光明的行动 给许多人带来了救赎 嗯 只要我和我周围的人都安全就行了 我并不在乎别人 即使到目前为止 我救了很多人 这只是因为 如果他们死在我的面前 我会感到尴尬 我并不是英雄 我讨厌那种角色扮演 呼呼 正是因为 你这样说 你才获得了成为超越者的资格 你真的很像 我认识的某个人 乌利尔笑了 这是因为他吗 乌利尔现在 对他绝对是友好的 不像是在之前的世界的态度 某一涵认为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 不再有天君的痕迹 换句话说 他变得更诚实了 天君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 他们漏了 还是是有其他目的 天君管理着无数的世界 四大天使中 随便一个用个简单的伎俩 就能把他遮蔽住了 他基本上承认是他钱的 这不是完美犯罪吗 这就是魏师摩 不应该给予掌权者太大的力量 某一涵难难自语道 魏师摩主神会相信这样的人 并把他的力量给他 并不是我们 被赋予了他一部分的力量 而是征用 在那过程中 露西尔变成了撒旦 而四大天使在天堂的统治 就变得至高无上了 他随意的抱怨 却得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答案 因此 某一涵一时怀疑他的话 然而 当他想到自称的主神 对江未来所说的话时 他就自然而然地 接受了这一事实 这不像你说的那抹愚蠢 很难以置信 那时我们都志同道合 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走上了分歧 米加勒希望维持主神过去的统治 而拉斐尔 希望米加勒取代主神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走下那条路 尽管他们知道 那是错的 然后加百列 不能接受吗 乌烈尔因柳一涵的提问 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你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聪明 我想听听加百列的部分 柳一涵举起手来 作为一个能看穿一切谎言 和隐瞒的至高无上的人 当藏在天空的人显形时 他轻轻地挥动双手 他是柳一涵很了解的人 也是他以前从未羡慕的人 所以你会向我讲述一切吗 爸 隐藏自己的是四大天使之一 加百列 同时 亦是日落花园的领导者 而且 也是一个边缘人的父亲 在那里的 是刘永涵 我会的 儿子 我现在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 辛苦了 加百列 我儿子所做的一切 对不起 这次让你担心了 即使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涌现了 他也抑制住病 笑了起来 那没石膜 你的存在感太薄弱了 我常常忘记你 我所说的不是这个 我所说的是 因为我这个不值得尊敬的父亲 导致你必须照顾的事情 你也是 你也应该受到更公平的待遇 他有很多侮辱性的话想说 当他再次见到他的父亲时 然而 不为何 再见到他的父亲时 看到他在这样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时 一寒就忘记了这一切 事实上 他早就察觉到一点了 他从出生开 就是一个存在感及之薄弱的人 为何天使每次都在适当的时候支援他 这些都令他感到怀疑 当他从黑西亚找不到父亲时 确信了这一点 而当他在日落花园统治的一个时空间停滞的世界 遇见他的母亲时 他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最后在他对抗天军时 发现了他父亲的身份 然而 他不想相信 他希望父亲是平凡的 他希望他的父亲不知道他的肩膀上巨大的 来自成为这魔多人的支柱 依靠的压力 而这些压力甚至使他的腿变得麻木 他希望他的父亲过上平凡 幸福的生活 就是这样 他就只是把目光从现实中移开 抱怨 柳依涵问 在世上只有你拥有预知之力 对吗 没错 这是我还是低等存在时就有的能力 当米加勒问我 是否能超越日落花园的领主时 我几乎笑了出来 父亲笑了 柳依涵也咯咯地笑了起来 巴奇和米斯蒂科静静地站在一旁 乌列尔一边看着父亲和儿子的团聚 一边微笑着 你什么时候建立日落花园呢 在我意识到米加勒变了时 撒旦建立了光辉军团军队来对抗他 但我父亲觉得这还不够 但是你知道吗 同时做两份工作 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没有一件事照 我预期的那样发展 当然了 你那时连养活一个家庭都很困难 他的父亲反驳道 但我还是达成了我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啊 主神的对抗者 最亮的星星 也就是你 还有尽量消去任何变数 以及保护我的家庭 撇开对抗者 还是别的什么 他创造日落花园的原因是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被创造的 即使他有预知之力 那也会不会太假了一点 柳依涵眯起了眼睛 无论是我还是妈妈 我们都受到日落花园的多次伤害 你想让我相信这件事吗 此外 变数 日落花园就是最大的变数 而且没有人能够为其解释 预知绝不是万能的 我只能相信 预知的结果是无误的 并根据其行动 而这就是魏石魔 我令你和你的母亲受苦 有太多事情 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了 柳依涵听了父亲的忏悔告白后 惊呆了 然而 回想起来 一直以来 日落花园几乎以各种方式 参与了所有的事件 看来 不只是他力量的主要来源 达鲁 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他的宝贝儿子 刘米尔也是从日落花园的追随者 来西纳那里获得 他的母亲也是 从那个停顿的世界 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即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没错 从结果来看 就是那样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 有罪 每次想起我被留在了地球 我还是十分生气 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 对不起 儿子 他并没有找借口 这令伊涵更加的沮丧 如果这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其他人 他会把打他打得半死 然后把剩下的一半也打飞 但他真的打不了手 因为柳依涵自己知道 作为一个父亲 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儿子的 他的父亲 也曾顾虑过柳依涵和金叶秀 这也是 令他更沮丧的原因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我们并不是超人 我认为 这比死亡更好 我没有想过你会经历这么严重的事态 我真的很抱歉 比死亡更好 这句话 他无法反驳 毕竟他已经经历过太多人的死亡了 柳依涵 脚尽脑汁的想他要怎样才能对父亲造成最大的伤害 但最终还是垂下了肩膀 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上吧 你就这样接受了吗 这并不是接受 而是把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暂时言喉 明白了 柳永涵害怕 最后会让自己的儿子犯下严重的罪行 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他立刻闭上了嘴 柳依涵又叹了一口气 然后拿出了复原陷阱给他看 哦 这就是 你儿子的能耐 虽然没有人能分析 已经安装的复原陷阱 但是如果是处于未开启状态 就能看到他的功能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柳永涵看到之后 就惊叫了起来 这真是件非常神奇的手工品 这能够完美的克制来特纳 而且 还有我看穿的能力 对上主神会怎样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能从答案中找出 卫世魔刘永涵必须同时扮演 日落花园的领袖 以及加百列的原因 也是他放弃终生孤独生活 并成为龙巢的领袖的原因 对了 我还没有告诉你 加百列 也就是刘永涵 似乎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用力眨了眨眼 开口说 那个 就是 在开始之前 我需要重申一个事实 也就是 神并不是天君的创造者 主神是真的不存在的 刘一涵记得 在爱神的消息中 就明确地表明了 主神并不存在 所以 那真的意味着 主神其实并不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知道造物主是谁 或者实际上 他或他是否存在 对吧 没错 然后天君的主神 想成为造物主 柳一涵一边想着莱特纳 也就是和江蔚来接触的主神 他说他创造了魔力 那也是说谎的吗 那也是个谎言 虽然 他确实接近了创造的领域 但他并没有 那都是错误的 他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东西 就是那些莱特纳哥西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甚至比你还差 儿子 就像是这个复原陷阱 有很多东西 他无法创造 我只训练了一千年 但他还比我差 真实的没用的家伙 刘永涵听到柳一涵的 话后笑了起来 他的儿子 已经到达了一个 从创造之初 就没有人到达的境界 但他似乎不知道 他所达到的境界 究竟有多么的神奇 为什摩 他要尝试消除魔力啊 因为只能把魔力消除 才能把所有的存在 消去 但 就估你所见 天君的主神的创造 并不是真正的创造 它只是燃烧无数的灵魂 来完成类似的事 最后所有的事物 都会走向毁灭 你知道这是错误的吧 对 在某个意义上 这意味着世界的死亡 古力德的话语 当然可能只是无意的 已经早看穿了真相 我还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了 但我只会再问一个 柳一涵一边问一边叹了口气 为什摩现在必须这样 因为 柳永涵 加百丽在听到他的问题后 闭上了眼睛 他不知道 儿子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达到这个结论 他只预言 他的儿子会成为最耀眼的超越者 而他将成为主神的对抗者 然而 他的儿子经历了比他想象的更多的事情 并且成长了很多 他不再被世界所左右 而是自己引领局势 模糊的预知 终于变得清楚了 地球将变得比天堂更大 统治地球的第五最耀眼之星将会出现 由天使诞下 作为一个人类长大 重生为一条龙 柳永涵对儿子的成长 一方面感到失望 但又感到满足 他把真相告诉了儿子 因为你诞生了 儿子 随着你的出现 其他所有的派别都缩水了 主神等待的时刻 已经到来了 而最后 他将成为唯一的神 他说出了柳一涵 已经预料到的那条线 末日之战 Harmageddon 快到来了 柳一涵对这一切 都如他预料的那样发展的状况 感到恼火了 就算他在预测的这一方面 有多么的厉害 但这会不会太过火了 这还算是先知的一种吗 在他想着这种幼稚的事 来逃避现实时 乌烈尔对他说 你不需要害怕的 加百列已经预见到你到最后 都会十分安全 当然 先知并不总是正确的 但我们会帮助你 令其成为现实 到现在为止 你们还可以这么做 我们做到了 我们一直以来做了很多 但是 柳一涵 你并不认为你 去过的世界 就是全部的世界 对吧 嗯 虽然听起来像是在找借口 但是 你说的没错 我不可能看到所有东西 我又不是主神 我并不能看到所有的东西 谢谢你的 理解 在现在 在他说这话时 在柳一涵 清理天军所制造的混乱时 加百列 乌利尔和其他天使 正把他们的力量 集中到他未曾听闻的地方 而令人恼火的是 他不能否认这件事 然而 乌利尔的话还没说完 然而 你是对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会承受所有的代价 如果我微不足道的生命 能把一切都安排得紧紧有条 我早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了 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才活下去 挣扎着 而现在 我终于遇见你了 没错 当然了 即使在聆听时 柳一涵也没有停止抱怨 柳一涵一生中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把他所憎恨的人的 搅得一塌糊涂 我很感激呢 无数的人为了我的目的而战斗 听起来真刺耳 喂 我不是说过先知不是万能的吗 乌丽尔真的很辛苦 加百烈 我一点也不辛苦 辛苦的是你 乌丽尔 因柳一涵的 不 加百烈的话 而微微脸红 柳一涵之前就发现了 四大天使中 只有乌丽尔 对他有点不同而觉得他 十分特别 但现在发现 这并不像是他想的那样 然后说 偷吃 在你的儿子陷入巨大的麻烦时 离开了他的母亲和一个漂亮的女人约会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偷吃之类的 儿子 完全不知道 柳一涵感觉加百烈强调了我字 暗示 难道你不清楚有关偷吃之类的吗 令他十分恼火 然而 正当他想说他 完全不知道 关于这类事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出了几张女人的脸 令他只能闭上嘴 加百烈说 放弃吧 接受他们所有人 你爸我的确觉得 只属于彼此的爱是很美的 但我也认为爱除此之外 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尤其是和你一样聪明和有才能的人 带着爱神祝福的那人 也应该知道和理解的 我要毁掉你的记忆中 你所知道的一切 如果你看到我和丽拉的初夜 就算是你 我也会把你的一切颠覆 可惜 我并不能看到细节 柳一涵对父亲的仇恨值增加了五点 看见这对父子如此尴尬的交谈 乌利尔红着脸干涉了这两个人 好吧 现在离谈牌不远了 如果你们结束了谈话的话 是时候行动了 首先 你先离巴一百米远 你每次对他笑 我就抽你一滴血 在提防乌利尔时 他从父亲那里夺回了复原陷阱 然后把他递给了米斯蒂科 米斯蒂科没有马上收下他 而是缩小了他的瞳孔 你从出生起 就很强大和高贵 无主 对吗 我从没想到 你是四大天使之一的小主人 但与某个出生就为高等存在的人不同 我出生的时候 只是一个一级的人类 甚至不能使用魔力 闭上嘴 然后启动陷阱拔地球池 八旗 一 只含着金钥匙出生 这里纸米斯蒂科在地球上出生时 就是六阶 谁是地球池啊 你这龙池 等一下 地球池 既然是已至此 我们再来多做一件事吧 我不是地球池 柳一涵立即启动了他的创造能力 为复原陷阱 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 收下陷阱后 米斯蒂科立刻意识到了变化 睁大了眼睛 真的 真的 如果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的话 我会 向你抱怨到死的 行吗 你就照做吧 米斯蒂科扔出了复原陷阱 然后启动了他 这时 复原陷阱释出了怪异的波动 吞噬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毁灭陷阱 然后 他释放了所有的魔物 柳一涵 无主 这是什么 儿子 不用说八旗和乌烈尔了 连加百列都没有遇见到 这一幕向他震惊的大喊 然而 柳一涵只是向他们哼了一声 然后启动表明和宣言 向前踏出了一步 当然 他已经消去了隐秘 看着我 在表明的帮助下 宣言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黑西亚 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世界 传给了地下城中释放出来的魔物 人们震惊了 以及那些生活在僻静地方的人都 发现了柳一涵 那些有着与人性相对的恶意的人 那些对人类的延续怀有敌意的人 那些贪求着寿无保护的人的肉体的人 他的宣言还在继续 他拥有的巨大魔力 马上就要耗尽了 但他喝下用埃查尔的血制成的太息 说完整段话 你们全都要死 这就够了 住在群山 丘陵 天空 海洋 火山 洞穴 到处都是的活生生的怪物 他们全都崩溃了 当场死亡了 技能表明提升到三十二级 技能 宣言 提升到五十七级 所有看着的人都 失去了言语能力 然而 柳一涵一点也不在乎他们 随着所有怪物的消灭 魔力立刻充满了整个世界 复原陷阱 吸收了所有的魔力 并以越来越短的间隔 将自身传播到其他的毁灭陷阱 所有的毁灭陷阱 瞬间变成了复原陷阱 未来 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地下城的断裂和溢出 不 并不只是这样 我是你们一直等待的神 柳一涵无耻地喊着 所以 服从我吧 他的魔力 已经近乎界限了 但是无休止的魔力供应 不断补充着宣言的消耗 在其他人看来 他就像是有源源不断的魔力 然而 事实上 柳一涵十分紧张地 审视着他能同时保持这两重技能的时间 首先 考虑到他身为一个派系的领袖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他能站在一个不属于他的领域的低级世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儿子 你真的是 你在惊讶什么啊 你也能做到啊 加百列是日落花园的领袖 同时也是四大天使之一 柳一涵估计 他父亲的隐匿 欺骗了一切并 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境界 使他成为一个更高 的存在 这是事实 只是他误解了一件事 加百列的能力极限 我不确定日落花园统治下的世界 但在别的低等世界 我真不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 从加百列的形式 转变成日落花园的领袖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不要跟我说你 是个变形机器人 柳一涵打断了他的叙述 他坚定地接受了 所有仰望他的人的目光 人们似乎都很困惑 但经历过奇迹的人们 做出了反应 姨来了 姨 姨真的为我们而来了 这个 被天使抛弃的地方 姨来了 不对 那个从那里看着我们的人 是神 姨来带走我们了 当然 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敌意 然而 绝大多数人 在看着柳一涵的时候 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 即使是那些有敌意的人 也不能否认 这些怪物被他歼灭了 就像那样 柳一涵向他们展示了 压倒性的力量 并用下面的话 放大了他们的希望 我将带领你们 到充满希望的世界 文明可能会崩溃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身处战斗中 对他们的生活 构成巨大的威胁 也许他们会遇到 比这个地方更可怕 更冷漠的环境 也许他们 可能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希望返回 然而 柳一涵强迫他们选择 虽然他不能留在这里保护他们 但他可以 把他们带到达鲁 你们会跟随我吗 在你们心意归异时 我将带走你们 他说了一些 可能是从某本书中摘录的很酷的话 米斯蒂克觉得他就像个毒品贩子 而巴奇则认为 真正的骗子 真的与众不同 同时 由于柳一涵以他的宣言 展现了他的伟大 乌烈尔略微受他影响 而加百烈 则因为他的儿子超越了他 而略微沮丧 我会跟随 有人说话了 是一位在前线与残存的人们 跟魔物斗争的将军 我会跟从您 又有人说话了 他是一个边缘人 他站在残存的人们的顶峰 但再也不能被称为国王的人 请带领我们 另一个人说话了 他是个老妇人 在他失去了一条腿 和对他很重要的人们前 他一直是个雇佣兵 我讨厌那些 试图超越我们的人 该死的 我想没有别的方法了 有人绝望了 他是个被毁灭的国家的歧视对偿 他对被更高的存在所左右 而感到厌恶 但只能抓住给他的希望 没错 柳依涵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的身影充斥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目光 我将带领你们到我的世界 你接受了低等世界中所有存活下来的人类的服从 世界黑西亚进入你的领域 世界黑西亚与达鲁融合 好吧 先回到达鲁吧 柳依涵回过头来看他们说 而整个黑西亚都在扭曲 爸 为妈妈准备个借口吧 嗯 让他生下一涵 真是一个好选择嘛 我就知道 应该生个女儿 而不是儿子的 加白烈 加油 乌列尔腼腆的加油 丝毫帮不上加白烈的忙 加白烈叹了口气 而同时 未免的融合也开始了 这是柳依涵达成在分散复原陷阱时 所追求的一阶的时刻 同时也是彻底解决了他的疑虑的时刻 也是高等存在派系的联合阵线 形成后 前所未有的时刻 当乌列尔和加白烈进入达鲁 并将目光投放于 被世界所包围的广袤的土地之后 他们的反应如下 怎么会这样 乌列尔 儿子 你喜欢玩模拟人生 加白烈 柳依涵看着黑西亚的幸存者 被纳入达鲁的世界 并以轻松的心情 回答加白烈 我只在以前很喜欢他 但我现在不喜欢他了 游戏只有在你享受他时 才会很有趣 这就像赛车游戏很有趣 但早上开车上班 就感觉像是垃圾 但是 你没有玩赛车游戏 也没有在早上上班路上开车 米斯蒂克 闭嘴 地球池 义 只含着金钥匙出生 这里指米斯蒂克在地球上出生时 就是六阶 爸 刘米尔 义涵 莉拉 当他访问三万多个世界时 那些正在等待他的人 不久就感到他所在的地方 柳一涵让刘米尔在适当的距离停下来 然后抚摸着他的头 并且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 拥抱了莉拉 我有点晚了 不是吗 你太晚了 你这个信号信号 你本可以带我一起 为什么你总是把我留下 你这坏人 我对此很抱歉 莉拉用脸了蹭柳一涵的脸一会儿后 突然意识到柳一涵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除八旗与米斯蒂克以外的女人陪同的 嗯 这个光环是四大天使的乌烈尔女士和加百烈勋爵 这是怎么回事 你杀了另外两个大天使后 居然又带了两个大天使作为人质 刘一涵轻轻地抚摸着莉拉的额头 边看着加百烈边说道 你的人类形态呢 好的 我会做的 我只需要这样做 对吧 加百烈抱怨道 并闭上了眼睛 之后 三对翅膀 天使特有的光环 以及从他身上辐射出的宏伟魔力都消失了 不 说他们消失是不正确的 他们已经全部消失在一个如此之深的隐蔽领域 甚至无法被任何人记录 随着魔法消失 皱纹开始出现在他的皮肤上 但不像以前 他看起来在三十多岁 由于他自然失去了在半空中维持自己的力量 他本应该马上坠落 但是在这之前 乌利尔冲过去打算接住他 在这时 宙斯顿突然出现病 接住了加百烈 莉拉这才终于明白了这个人的身份 柳一涵的爸爸 咦 他知道刚才还是加百烈勋爵 他是同一个人 哦 他同时也是日落花圆的领导者 那垃圾 那垃圾 你为什么不再叫我听了词 爸爸 爸爸 你可以先去找妈妈 在我跟上之前 我还有些人 我还有些事要做 哈 我想我无法避免他 好的 真的令人沮丧 加百烈 如果金燕秀之前加入了日落花园 他就可以向他解释一切 但由于他断然拒绝了 导致他不得不离开妻子 且没有时间向他解释任何事情 他的妻子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虽然这也是魏石魔 他真的爱上了他 尽管他是四大天使之一 但正因为如此 他是否担心与他的妻子见面 然而 柳一涵所称呼的宙斯顿 完全无视了他的犹豫和感情 并将他带到了金燕秀所在的地方 乌烈尔仍跟着他 直到他被柳一涵瞪了一眼后 才退了回去 由于四大天使中的两个 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位置 这应该也已经向天军披露了 但是 即使你违背了天堂的法则 魏石魔不会堕落到较低的存在 因为负责让天使堕落到较低存在的人是 四大天使 这可真是OP 这就是腐败从未从政治中消失的原因 既然惩罚腐败的人自己腐化了 那魔低层人就不可能摆脱腐败 当然 这对他现在有所帮助 但我不能永远保持天使的身份 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想加入龙巢 我可以保留我的能力 这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件坏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但爸爸呢 加百列只需要将他所有的力量 转移到日落花园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将有可能收集迄今未止 分散在星星中的日落花园的所有能力 此外 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偷走他的力量 乌烈尔在解释加百列时表达了满满的爱意 然后在再次被柳一涵顿事后收敛了一点 柳一涵更多的审问了他 你有什么对付末日之战 Harmageddon或者其他什么的吗 加百列和我的行为都非常有限和秘密 并不是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说服天军中的人 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忠于米加勒 当然 尽管由于他与火的亲密关系 他完全输给了柳一涵 但米加勒仍是最大的势力 他使天军在各地都能保持其存在 并且仍然比其他人更强大 天使们可能会选择自杀 而不是背叛他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 那就是 砍断米加勒的脖子 并与他们保持冷静的对话 但 但我不能因此而杀死他 我离开米加勒 是作为阻止撒旦的手段 我们能完全相信撒旦吗 当我们第一次违背主神时 他肯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认为是这样 但现在 我不太确定 也许 就像米加勒和拉斐尔一样 他可能已经 我有点认为 这是事实 但你们根本没有帮助 乌烈尔闭上了嘴 然而 柳一涵却忽略了无用的乌烈尔 并陷入深思 首先 他已经做好了 准备反对自称的主神 或者天神 他在他至少 曾经去过一次的世界中 散播了复原陷阱 甚至使他们 能够通过穿越次元墙 来侵占其他更低的世界 所以 让所有的毁灭陷阱 从较低的世界 消失并不会花费太多时间 当然 他必须对高级世界 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这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事情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帆风顺的 他必须警惕的是 其他更高存在的派系 他们不关心天堂的主神在做什么 而只是在地球是重要 的 所以 他是我的的假设下移动 与天军的冲突 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他们 把柳一涵 当作他们的敌人对待 而光辉军团 因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而被搁置 幸好日落花园看起来 自从加百列成为领导他们的人之后 他们将成为他的盟友 只有蔑视魔君 仍然是个未知数 乌烈尔 蔑视魔君将 如何行动 爸爸没有说过什么吗 正如你所知 他们所想的 只是毁灭一切 因此 他们也是最危险的生物 不仅营长和他们的部队急剧威胁 其中最可怕的是 他们的领导人格里德 撒旦和加百列 都是从天军出来的 但只有格里德是在用自己的力量 达到超越者的境界后 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当然 由于柳一涵造成的混乱 每个派系的权力 确实减少了很多 尽管如此 格里德的力量 仍然是压倒性的 现在 甚至还在增加 换句话说 如果还有另外一个 不得不警惕天堂的主神的人 那就是格里德 所以最后 我只能做一件事 格里德告诉柳一涵 去成为神 柳一涵不相信他的话 并且不理睬他 但为了他们的生存 以及正常的生活 他知道 他们必须与原来的 更高的存在派 进行战争 好吧 他首先要做什么 首先 他必须锁上地球和达鲁的大门 让我们入侵天堂病 获得一些更高级的金属 你平静地说出了如此惊人的话 在那之后 我要把毁灭陷阱 变成复原陷阱 并且窃取其他派系 拥有的更高世界 你打算自己造成末日之战 Harmageddon 乌烈尔惊讶地问道 柳一涵喜欢他的话 并发出爽朗的笑声 是的 我讨厌受到攻击 战斗就是要先发制人的 柳一涵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 战斗总是要先发制人 八旗 当柳一涵和八旗相互同步时 可以从地平线上 听到一声巨响 随之而来的是 充满痛苦的声音 你觉得你想去哪里 这仅仅是个开始 亲爱的 请下手轻一点 轻轻地 确认 四大天使之一加百列 遭到妻子的猛烈打击 看着乌烈尔抽出着皮肤 与皮肤相接触 并引发了旋律 柳一涵满意地嘟囔着 妈妈 替我揍他一千次 当加百列经历一个 痛苦的世界时 柳一涵检查了他在离开时 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和变化 并且激活了地之席 因为在加入黑西亚后 他变得有些不稳定 他也不忘补充他的魔力 一涵先生 不久之后 江卫来来找他 当他知道金叶秀和加百列的重聚时 他似乎比以往更加困惑 我所听到的和经历过的 都是真实的吗 如果你说的 是我的父亲是加百列 同时也是日落花园的领导者 纳摩 是的 你说的对 什么 他也是日落花园的领导者 哦 他不知道那些事 柳一涵只是对他微笑 在发现柳一涵和他一样的感觉后 江卫来尴尬地笑了起来 尽管他们谈话时 可以听到肉啪啪响的声音 但江卫来却忽略了这些病与他交谈 我把地球上的所有人带到了达鲁 虽然他们由于时空的突然变化 而感到恐慌 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适应 哦 我有点感觉会是这样 但你把他们都带上了 对此 我非常感谢你 既然黑西亚也加进来了 他不妨照顾一切 柳一涵看到他的魔力池已经满了 并激活了宣告技能 向达鲁的所有众生解释当前事件 啊呀 麦克风测试 你好 达鲁的女士们 先生们 我是你们的神 柳一涵 这听起来就像一个飞行中的公告 主人 请更庄严一点 然而 以下来自柳一涵的公告 与全世界的公告 或许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现在的达鲁 只会产生三阶以上的怪物 所以 他们会在指定区域内行动 不会在外面待得太晚 在达鲁度过愉快的时光 以及其他类似的事 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么没有意义 要么只是在进一步吓唬他们 哦 是的 反天使呢 他们入侵了吗 看来他们还不能完全忽视柳一涵先生的影响力 我们甚至没有被入侵过 关于他们来 的时间 天堂的主神并非第一个无所作为的超越者 无论柳一涵的防守有多么强大 他也不认为他们会放弃这个世界 而只是放着他不管 嗯 他们入侵时并不重要 好吧 让我们开始我们的下一个项目 一涵先生 你真的还好吗 你一直在忙活 而没有任何时间休息 剩下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应该做最后的冲刺 一旦他的母亲平静下来 他就会采取行动 但攻击似乎从未停止过 在他身边 乌烈尔看起来非常担心 即使叹了口气 柳一涵也和他们一起去了守护堡垒 金叶秀和加百烈就在那里 儿 儿 儿子 救我 儿子 加百烈 儿子 妈妈现在很生气 所以请别管我们 金叶秀 抓到你了 金叶秀 儿子 加百烈 即使他的母亲 现在是龙巢中的真龙 而柳一涵是该派的领袖 柳一涵也不能反对他的母亲 那不是亲子关系又如何吗 而且如果他的母亲的愤怒是针对他的父亲 那么他不仅不会违背他 他也没有想过这样做 柳一涵决定冷静地等待 直到他的父母完成他们的团聚事件 但在这样一个好时候 他能感受到试图入侵打鲁的无理东西 非正规人员 这是该计划的最大障碍 他命令消除不正常现象 执行 消除 摧毁 怎么会这样 反天使执行着主神的命令 轻轻地撕开了柳一涵的盾牌 好像他是用纸做的一样 柳一涵见到他们后 真的很惊讶 这真的是九十年代游戏中的一个恶棍机器人系列 甚至他们的时间都太别搅了 这就是你感到惊讶的事情 有二十多个反天使 入侵了达鲁 全部二十三个都是超过五百级的生物 而且 考虑到他们拥有意志魔力的能力 这二十三个人 或许能自己消灭大多数高等事件 很好 我在去天堂之前 得到了另一种金属来源 当然 柳一涵对他们的看法略有不同 他在半空中 微笑着面对粗鲁的侵略者 他朝着绝对在他身后 窥视着他的天神大汗 如果你想打败我 那魔就要带来比这更多三千倍的军队 来我这 消除非正规部队 叛徒 背叛者 最大的障碍 消除 柳一涵将手伸向空中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激活并控制地之席 在激活具有那种力量的维度统治者技能之前 将最大量的魔力重定向到自己身上 禁止入内 世界关闭了 通过这种方式 反天使们不再能够接受天堂的命令 也无法获得任何额外的能量 你不能在这里获得任何东西 你无法抗拒 接下来发生的是 在达鲁散落的复原陷阱 复原陷阱做了什么 他们控制 扩大 恢复 吞噬 以及抵抗魔力 他们不仅仅是将怪物囚禁在地下城中的手工品 他们包含了柳一涵一丝不苟的魔法阵 并且是一种支持他的助推器 呦 我的头疼 主任 我的头好疼 hold住 巴奇 你来安慰他 你居然让我来照顾他 谁是婴儿 嘿 不要抚摸我的头 few 如果你最终因此而平静下来 这对我来说会相当尴尬 柳一涵激活了两次宣告 并用剩余的魔力 轻轻地将手伸向空中 这足以激活超越轨迹 但是不知怎跌 尽管他那至高无上的技能 在此之前显得如此壮观 但是二十三个反天使 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魔力是不可能伤到我们的 预言是错误的 你不是领导者 当他们说出一些奇怪的话时 似乎主神的旨意仍然留在他们里面 柳一涵哼了一声问他们 主神说了什么 那你来到达鲁后 接下来是地球吗 不 他无法如此轻易地进入地球 毕竟 地球上的魔法阵已经升级 然而 即使与他们交谈 他也没有得到答复 嗯 很明显 因为他们的身体被分开了 暴击 暴击 暴 暴 水平 垂直 对角线 从底部 从顶部 像切菜一样 无数的轨迹 冲击并切割了他们 魔力不可能伤到他们 根据使用者的不同 魔力的力量差别很大 当他们在将未来的空间魔法下 变成蜂窝时 他们怎么能忍受呢 而且 只要他们使用的能量来自灵魂 他们就无法忽视柳依涵的力量 这种力量挥舞着灵魂的本质 只是你还不够 但是天神仍然不会行动 对吧 如果他行动了 其他派别的领导人应该会对此有所反应 主神 主 SSS 最后一个反天使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然而 他只是一系列没有意义的震动 柳依涵笑了起来 再次用手指划过空中 他的身体被分开了 随之而来的是 短暂的骚动结束了 你已经获得了经验 你已经升到 LV536 增加了五力量 二敏捷 二生命 六魔法 技能 超越轨迹 已达到第二十四级 世界再次变得安静 直到反天使存在的人 在他们二十三人来到达鲁的那一刻 就已经完成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但是他们发现 那个人是 这个世界的主人柳依涵后 他们只是惊呆了 他只需要从左到右扫过他的手 就消灭了他们 在被压倒之前 这是一种解脱 一种在他旁边安全的解脱 依涵 你真的变得更将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强大 即使是蔚来小姐 也能做到这样 不 没有尤娜的奇迹辈分 我根本无法处理他们 因为他认为 柳依涵高估了他 所以他僵硬地说出了 江蔚来的名字 然而 柳依涵说的 好像他知道 他在想什么一样 末日之战 Harmageddon 很快就会来了 所以 如果尤娜小姐 不能像你在吃食物那样造成奇迹 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所以不要担心这一部分 你刚才说了一些 令我非常担心的事情 柳依涵转过身 留下震惊的将未来 龙朝的重要成员 都在那里 他的母亲 惊惊夜秀对柳依涵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感到震惊 而家百列 他们中最喜剧的人 因为他不再受到连续拍打连击而感到高兴 爸爸 正如你刚才看到的那样 他似乎终于开始了 我们也需要快速行动 是的 我以为他会派上尉反天使过来 但从他只派遣了反天使来看 看起来 你的成长 速度比天神预期的要快得多 看起来 我们在开始之前 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父子两人 匆忙地行动着 家百列抛弃了 他作为刘永涵的形象 以及他的大天使形态 并将自己变成了日落花园的领袖 而柳依涵 则急切地收集了这个世界的魔力 将其收入了奇迹的摇篮 他还将死亡的反天使的一部分 放入里面 然后 他指着乌烈尔 挥了挥手指 这里 这里 你说什么 难道你或许是 让我进入那些奇怪的东西 进去过的那块红色火焰 准确来说 是这里 看到柳依涵那 完美无瑕的笑容后 乌烈尔不禁颤抖起来 反 反天使 我看到了天神进入那里的痕迹 即使我可以忽略构成天堂的一切 但如果我与他们接触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就无法摆脱天神的力量 则 你很吵 刚刚进入的那些反天使 他们认出了你和爸爸 在天神做任何奇怪的事之前 你需要彻底抛弃你的天使身份 柳依涵再次挥动手指并激活宣告技能 虽然 他是四大天使之一 但他只是一个虚弱的生命形式 只能在达鲁内部 选择遵守柳依涵的法则 请稍等一下 我相信加百列 但是我完全不相信你 我会再开 嗯 我想我在某个地方 看到了这个场景 埃米尔中 祝 埃米尔贝尔有一个神话 一位母亲将她的孩子 放入最终制成铃铛的熔熔金属中 闭嘴 乌利尔无助地被扔进了奇迹的摇篮 他的尖叫声最终被埋在里面 再也听不到了 金叶秀本能地感受到 乌利尔对加百列的深切感情 悄悄地对他的儿子低声说道 儿子 我觉得 即使那个天使 永远也不会从那里出来 也没关系 我也这么认为 但我仍然需要他的力量 所以我无法这么做 这是一件令人感到无能为力的伤心的事 看起来 妈妈应该迅速变得更加强大 即使在母子之间 交换了令人恐惧的谈话时 奇迹摇篮里面的进化 也很顺利 反天使得诗 提指是放大了乌利尔的力量 并增强了 他对那些类型的傀儡的抵抗力 不仅如此 四大天使和路歇尔 从主神那借用的更高的魔力 完全被奇迹的摇篮所吸收 变成了龙的力量 而且 乌利尔必须将累计至今的记录和能量 与柳依涵分享 这时柳依涵的等级 立即增加了近20 你已经达到LV554 增加了41力量 11敏捷 25生命 23魔法 技能 宣告已达到71级 只是分析和改变主神的力量 都能升级 这些记录通过他与柳依涵的下属分享 他们的等级也会增加 乌利尔的话并没有错 只是屈服于他的力量下 他就给了他如此巨大的帮助 通过这个 我开始期待在库存里的拉斐尔的身体 妈妈也很期待他 每个人都很糟糕 最终 奇迹的摇篮破裂了 夸张一点 从里面散发出 比赫莲娜重生成七阶龙的更大的光环 好吧 拥有神力的一部分 已完全重生成龙 所以毫无疑问 他发出了压倒性的光环 但是下一刻 柳依涵的视网膜上 出现了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蚊子 LV-600乌利尔 从你的巢中出生 嗯 他越过了瓶颈 瓶颈 不要告诉我 这是第八截 莫门 FU 摇篮完全破碎 四对龙翼从里面展开 这是四大天使之一 乌利尔 重生成为第八截龙的那一刻 他从主神那里偷来的力量 变成了龙之力 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协同作用 但是 乌利尔的第一句话 就是从他身上传来的激烈的力量 这是一种抱怨 主啊 龙朝的规则太少了 除了他们不能反对你的事实 没有规则可以控制和限制他们 好吧 加百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日落花园 但你应该亲眼看看 他们现在是如何工作的 像这样 除非你自己走出去监督他们 否则你将无法统治他们 柳一涵给出了一个别致的回复 在我消除所有给地球带来麻烦的人之后 我不会在乎龙朝的成员是在征服世界 还是在农村享受轻松的农场生活 所以 这很好 父亲曾经说过 你应该享受生活 如果加百列说 那就好 天使小姐 不是乌烈尔小姐 我们能谈谈这件事吗 我还以为我 应该和你谈谈 在日落花园领导者的加百列旁边 金叶秀和乌烈尔 互相瞪念 金叶秀很快意识到 她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 女士们 是的 妈妈 是的 柳一涵看到包括莉拉在内的女性成员 站在她身后大喊大叫时 脸色苍白 告诉所有真龙 我们现在将进入的行动代号为 终极行动 儿子 给我十分钟 我对代号有意义 尽管敌人的行为 像九十年代的恶棍 但我不认为 我们也应该用九十年代的命名感 终极行动开始 所有意义都被排除在外 柳一涵环顾四周 真龙聚集在她周围并发号施令 虽然到目前未知 还有一系列令人讨厌的事件 但最令人讨厌的事件将很快开始 你可以把不在龙巢和日落花园中的 所有更高的存在 都视为敌人 和往常一样 这个阴谋既没有梦想 也没有希望 首先 爸爸说 他会让日落花园里的怪物 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 儿子 我觉得你在言语中 混合了一些固有的偏见 纳摩 爸爸 Phil 我真的被儿子误会了 默认献过的日落花园领导者的形象 出现在每个人面前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这个人物出人意料地 是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拥有白皙的皮肤和神秘的蓝色头发 当然 他的面部特征 从他座位刘永涵时 就有所隐藏 但现在 他已经露出了他的存在 他竟然真的很帅 如果他愿意 他应该能够躲避 除了柳一涵以外的所有人 但他不再隐瞒自己 既然他完全抛弃了任何座位大天使的痕迹 就没有必要再隐藏自己了 看到这一点 金叶秀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点了点头 你在那个形态 看起来很年轻 老婆 我莫说过吗 我不需要声解 不要提出这么多年前的无用的预言 在说了无用的话之后 加百列又被击中了 即使被击中 他仍激活了跳跃魔法 我会离开的 现在是时候将日落花园的力量 聚集成一只庞大的力量了 如果我独自送你 我就会感到不安 所以我会和你一起去 好的 纳摩 啊 加百列 我也是 乌烈尔 你待在这里没有动 我之后还需要你 明白 无论 你如何看待他 这都是孤立的 然而 即使他想抗拒 他也不能反对主 乌烈尔折叠他的翅膀 好像要遏制他的挫败感 金叶秀伸出舌头 因为他和加百列一起消失了 彭扶在嘲笑他 看着这一点 乌烈尔在内心感到非常艰难难 但看到他的表现 像个年轻人一样 仍然微笑 就像他的外表一样 柳依涵送走了两人 直到他们完全消失 以后并命令三个精灵和弥尔法 你将负责地球 与达鲁不同 地球不会纳膜 容易被穿透 但他会在我完成之前 被穿透一次 这就是卫石膜 我要送你们四个过去 我送你们过去 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帕迪 你可以做到 对吗 当然 帕迪成为了五阶的真龙 可以轻松控制六阶 及以上的不死生物 因此 柳依涵给他留下了气筋位置 他没有使用过的所有尸体 事实上 除了七阶的主要成员之外 帕迪几乎是最强的 他把在业余时间制作的羽毛 送给了帕迪 他并不强 但他仍然是神器级别的手工品 这是神器等级的 陛下 我很荣幸能流泪 你可能缺乏在 限制使用魔力下 对抗反天使的能力 我将高等存在的材料 与哈尔卡尼姆和埃尔哈兹拉 混合在一起 因此 它可以让你 将地球上的复原陷阱 集中在你身上 守护者之志也将支持你 所以你 应该能够以某种方式 防御尚未反天使 一种能够防御尚未反天使的力量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而不仅仅是反天使 到目前为止 它让人们想知道 柳一涵是否是真正的 最后一位领导者 柳一涵把一个复原陷阱 扔进了将未来打开的大门 并通过米斯蒂科 吞噬了地球上的毁灭陷阱 有了这个 所有不稳定的变数 都被消除了 好吧 你也应该继续前进 我们将在全云生存的情况下归来 在送走精灵之后 柳一涵转过身来 他可以看到两对耳朵在抽搐 接下来是你们两个 我们一直在等待主人的命令 静候君命 主啊 接下来是爱丽西亚和弗莱米尔 虽然这两个人只是五阶 但是爱丽西亚在月亮的祝福帮助下 重新成为五阶时 拥有了五与伦比的力量 此外 他现在可以祝福和加强龙 而对于原本是狼人的弗莱米尔来说 强化比率如此之高 以至于甚至让柳一涵感到震惊 有了这两个 应该能够像陆比合出这样 带出超越普通高等生命的力量 你可以用其他龙来保护达鲁 其他更高级别的派别 应该没有任何时间 因为我和他们不应该来到达鲁 但反天使和稍微强大的类似的东西 可能会再次入侵 巴奇和米斯蒂科看到了 我刚才所做的事情 所以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明白了 我只需要抚摸这个女人的头发吧 白痴 你这个白痴 巴奇 即使在多次说白痴时 米斯蒂科也没有否认他的言论 柳一涵看到他的作品之间 出现了浪漫情怀 内心感受到了非常奇怪的感觉 但没有反驳他们 一切都很好 结局很好 未来小姐和尤娜小姐 也应该待在这里 他们需要来自圣地的力量 明白了 一涵先生 我真的需要继续使用奇迹吗 嗯 我想我能做到 但我真的很累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很累 我会在以后 实现你一个愿望 所以 静迷索呢 好的 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 而是别的东西 我的粉红色妄想 是怎么被发现的 柳一涵联络给所有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的成员 并让他们登上守护要塞 柳一涵本人 刘米尔 莉拉 爱达 赫连纳 以及龙军 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 每个人都是敌人 天军是敌人蔑视魔军 也是令人讨厌的敌人 而光辉军团 嗯 我们先打败他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还有人不明白吗 没有人会误解这个行动 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 不能真正接受他 然而 即使他们抱怨 柳一涵也没有办法听 莉拉绝望地说 乌烈尔在他身边也带着一种沮丧的表情 我们走吧 去天堂 是的 我们走了 当他激活跳跃时 柳一涵的嘴唇微微一笑 他的目的地显然是天堂 他的目标是征收哈尔卡尼姆 菲西诺姆和埃尔哈兹拉 真的 他与高速公路强盗 没有什么不同 好吧 我们去吧 UAAA 我们真的要去 UFUFUFU 这是最好的 守护要塞 完全从达鲁消失了 末日之战 Harmageddon的帷幕 终于升起了 外面是美好的一天 云层漂浮在无尽的天空下 鸟儿在歌唱 在这样的日子里 像你这样的天使 柳一涵将手伸向空中 无尽火焰和埃查尔的呼吸同步 两者同时释放魔力 龙的能量和火焰的能量融合在一起 形成巨大的力量浪潮 在下一刻 柳一涵的宣告技能 在这个失去主人的世界中生效了 应该在地狱里燃烧 与宣言技能一起 微光技能激活 并将广阔世界的极小部分染成上柳一涵的光环 这是一个控制的场景 但正在观看的利拉尖叫着 危险 我们真的会被起诉 我重新安排好了 所以很好 柳一涵不再是低级别的存在 他是被称为达鲁的广阔世界的主人 也是所有龙的领主 他的记录是无边无际的 自然而然 他拥有的魔力储备也与以前完全不同 有了这样的魔力 来接管天堂的一部分 会发生什么 所有的存在 就是天堂的所有天使 都发现了他的到来 这真是 荒谬 啊 紧急 是紧急状况 一个更高存在派的领袖 柳一涵 我的神 柳一涵从地球来了 你不知道 我先进入最后一阶 是吗 世界上所有的阴谋和遇事 都可以去吃屎 然而 柳一涵所做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到现在为止 看到天使冲向他后 柳一涵满意地喊道 他通过宣言技能提升了他的统治力量 从现在开始 只有这一刻 将会有一个隆重的活动 宣布龙之潮的存在 这样轻松的话语 并不是任何人都会期望 从整个组织的领导者那里听到 但 招募新成员 加入龙之潮 只要你的记录完好无损 即使你完全陷入较低的存在 也没关系 从天使变成龙 有机会重生成一个更酷的自我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你的门票还有效时 抓紧他 什么 尽管轻盈的话语 但他背后的意义 强烈地震惊了天堂 当然 大多数天使都嗤之以鼻 但没有人认为 他在撒谎 天使成为惰天使 惰天使成为看门人 有很多先例 只是他们认为 柳一涵正在努力增加他的力量 因为他的派系相对较新 这个世界是天军的主阵营 我可以赞扬 你有天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高的存在 但你怎么敢试图 把天使变成单纯的爬行动物 以主神的名义 我们天使将刺穿你 直到你死 戳下那个白痴的眼睛 把他的心拉出来 主神的使者们 是时候执行了 所以 主君中有这么多天使 柳一涵看着那些只有数千 或数万人数不过来的天使时 带着苦笑 嗯 他终于知道了 卫世摸明明拥有了纳摩多滴等事件 这些天使 却宁愿这样长时间地宅在家里 看起来 这些家伙 需要被敲醒 柳一涵再次下定了决心病 释放了他的魔力 我将使用授予我的权力 束缚自己 胡说 他通过宣言约束自己 有了这个 他真的不会撒谎 利用他的力量克制自己 这样做 是个愚蠢的事情 但是 他现在需要他 主神不再在天堂 你的主神 正在创造一支新的军队 以便抹去一切 你们都被遗弃 做一个失败的项目 对于天堂的主神来说 你只是 会妨碍他的行李 H 你怎么敢试图玷污主上的名字 我会再说一遍 柳一涵的嘴唇 弯出浓浓的笑容 凭借宣言和微光技能的结合 他的心线 可以在天堂的任何地方看到 他的声音 无所不在 我不撒谎 天堂之神 已经抛弃了你们所有人 你 你 杀了他 惩罚玷污造物主名字的邪恶白痴 通常很难看到的七阶大天使 突然间出现在这里和那里 正如预期的最大派系 尽管柳一涵已经杀死并偷走了其中许多人 但仍有许多高级天使留下 他们是一个可怕的力量好吧 你怎么敢撒谎 我以大天使米莱尔的名义宣布 他是一个我们必须消灭的恶魔 比撒旦还要邪恶 当他们拒绝一切时 柳一涵的声音 无法轻易触及他们 但是 他仍然可以在这里和那里看到涟漪 现在 是时候进行最强烈的一击了 睁开眼睛 亲眼看看 睁开耳朵 仔细聆听 柳一涵的嘴唇 仍然保持着微笑 嘲笑他们的愚蠢 他伸出一只 手扶向他的身边 你所谓的命令来自哪里 我可以保证 他们来自四大天使 而不是主神 我说的对吗 乌丽尔 是 什么 乌丽尔 夫人 雷蒂 她拥有最强大的王牌 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谎言 正是乌丽尔 在柳一涵的命令下 她走上前去 但仍然瞪了她一眼 你是一个恶毒的人 你可以事先告诉我这件事 你真的和加百烈很像 她终于意识到柳一涵需要她做什么 接受她并愉快地扮演她的角色 偷猎天使 她无法拒绝这件事 事实上 这很自然 既然她已经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病 离开了天堂 那她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什么让她犹豫不决 如果她可以吸引虚弱而无知的同伴 到她身边 而不杀死他们 她有什么需要更优先考虑的吗 一股涟漪 蔓延到形成天君的所有天使身上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假的 这是柳一涵的谎言 我是乌里尔 各位 直到现在 我都无法透露自己的真实感受 因为害怕米加尔的力量 不过 请听 乌里尔用她漂亮的外表低头看着每个人 这样任何人都能意识到 这是她 在她身后展开的四对龙翼 是一场盛大的奇观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全能 伟大和魔力 八亿 我 乌里尔的冷漠 坚定的声音 打破了所有的怀疑和怀疑 正是乌里尔本人 前四大天使之一 现在是第八级的龙 我在这里证明 主神的缺血 天堂之主 绝不是造物主 也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 他只是一个 试图抹去所有世界病 创造一个木偶花园的暴君 情况不是这样 乌里尔夫人 请告诉我们 这不是真的 哦 拜托 每当乌里尔说出一句话 就会看到 天使在不同的地方挣扎 他们可能不再拒绝乌里尔 不仅是天使 甚至高天使和大天使 也不再试图攻击他们 柳一涵认为 这是他可以享用爆米花的时间 这非常有趣 啊 我怎么会最终堕落位 这样 我一直觉得 我们是坏人 然而 乌里尔的大规模精神 精神攻击才刚刚开始 请听我的话 你在这里看到的龙之王柳一涵 是一个非常粗鲁 傲慢和自私的人 但却是一个试图保护所有进入他组织的人的人 就这一点言 他值得我们服务 这是什么东西 精神攻击造成了附带伤害 然而 乌里尔忽略了柳一涵的尖锐眼光并继续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得不忍受太多的悲伤 不得不看着无数的生命被牺牲了 律法已经崩溃 秩序被打破了 主神试图以他的欲望 对所有世界带来厄运 乌里尔瞥了一眼柳一涵 柳一涵了解他的意图 并从他的库存中 取出了一条完整的反天使尸体 一团变形的光环和双翼的翅膀 使得天使在看完之后 喝了一口气 他们都没有记录技能 但可以模糊地 估计他拥有的力量 以及他是如何创造的 在看到反天使之后 乌里尔的声音充满愤怒 这是他的新军队 我们被遗弃了 他从来不是造物主 他要求为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 但他对更大利益的理想 仅仅是为了进一步追求 他自己的琐碎欲望 天军的天使 请听我的话 乌里尔的眼睛闪着泪光 他可能会凭借这一点 赢得女主绝奖 拜托 不要再接受任何牺牲了 请站在这个不成熟的统治者的一边 请保护这个丑陋 但又如此美丽的世界 嘿 我感觉你话里带刺 乌里尔再次无视他的话 再次抹去了眼泪 随之而来的是 世界暂时恢复了和平 组成柳一寒领域的火焰仍在燃烧 但天使们不再对他们产生拒绝感 乌里尔的忠心劝说 传递给他们了吗 一点一点的 一些天使抛弃了他们的敌意 接近了柳一寒和其他人 当然 他们未能达到他们的目标 尽管如此 我也不会接受他 一声咒骂所有人的意志声 响彻天空 柳一寒觉得轮到他了 抬起头来 他在哪 统治着火的人 在这个没有主神的世界中 是最伟大的 我知道你这次会来这里 米加尔 我从来不知道你如此无所畏惧地冲向天堂 但是 柳一寒 你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天堂所有权力集中的地方吗 你该不会相信我只有无脑斗殴的力量 米加尔在各方面都不如于柳一寒 他的火焰服从于柳一寒 他的所有手工品都受到了柳一寒的影响 然而 在主神的权力统治的天堂里 这是不同的 坚持主神的执行者的名字 他拥有主神权力的最大片段 并拥有与任何其他最高 存在相等的力量和魔力 然而 即使在感受到巨大的力量之后 柳一寒的表情仍然平静 如果只是这样 我会很失望的 你比我活的时间长很多 但你不可能简单地进入斗殴 然后你知道了这一切来到这里 甚至带着一个叛徒 米加尔对乌利尔的注视 奇怪地发光 哦 从他那黏乎乎的目光中 看起来 他们似乎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 柳一寒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 乌利尔 你在那里意味着 加百列也是一个叛徒 是的 加百列 所以他是领导日落花园的人 所以 你们两个欺骗了天君 世界 甚至是阿卡西记录 欺骗我们的是你 你为石魔改变主意 当我们承诺 用我们的力量保护世界 并且宣称 主神是错误的时候 你却明亮 而纯粹地闪耀着光芒 乌利尔 乌利尔喊道 所有的天使都看着米加勒 他们要求他回答 我和那个时候一样 米加勒声称道 主神 肯定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为了保护他的尊严 我不得不背叛他 是的 我仍然没有改变主意 我会保护现在的世界 我会站在他的上方 那是什么 乌利尔问道 那时 米加勒的身体 被一种神秘的光彩所包裹 经过那场琐碎的比赛 我得到了开悟 我已经意识到我需要的力量 并且接受了他 有了这个 我重生了 是的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这是正确的时间 米加勒 乌利尔惊慌失措 在他的场景中 他无法抵挡米加勒的疯狂 然而 柳一涵看着他后笑了笑 很好 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将不再是天使 乌利尔 我将超越火 变得轻盈 我 才是主神 米加勒解放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彩 正如他所说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周围的火焰升华 每个人都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纯粹的魔力 这是一种 当一个人踏上新境界时的现象 米加勒现在不再只是一个为他工作的遗嘱执行人 而是达到了主神的地位 他接受了主神的能力 并吸收了他提升所需的所有记录 并达到了至尊众生的境界 你们想要的主神 就在这里 你们不必怀疑 也不用担心 你们应当跟随我 米加勒的背后 发出五道光芒 这是一个主导的场景 理解一个人自己的无能卫力并成长 那是只允许主角做的事 所以 说终究不是主角 主啊 一切都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跑 跑 你指什么意思 这只会让区分盟友和敌人 变得很容易 然而 柳依涵仍然像以往一样平静 他对米加勒的凝视 甚至看起来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 我担心他可能不会坚持 因为他太弱了 但有了这个 我松了一口气 至少在我杀了他之前 他不会死 他的冷静 甚至让乌利尔的紧张情绪化为乌有 他放弃了问道 主啊 你有什么你害怕的吗 乌利尔放弃了理解 与此同时 米加勒举起了一把光芒 指向了柳依涵 而柳依涵则悠闲地制造了一只火焰长矛 以进行反击 我将杀死你 并为宇宙带来秩序 如你所愿 死吧 柳依涵 两只长矛互相攻击 两者之间的距离很远 两个超越者发生了冲突 米加勒最初在属性方面不如柳依涵 即便是 在他成为超越者之前 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与其他派系的领导人 进行正面交锋 然而即使这样 他也拿柳依涵毫无办法 所以他别无选择 在他意识到这一点时 立刻选择了撤退 而且 在他成功撤退时 他知道了 自己之所以能成功撤退 都是一涵有意未知的结果 所以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他气得紧咬着牙关 最终他在与柳依涵的战斗中 获得了足够的记录 他将他从神那里获得的所有力量 都转化为他自己的力量 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迈入了更高的境界 从天使的世界脱离 就像撒旦过去所做的那样 但是 怎么会 米加勒咬牙切齿地大声吼道 他的长矛和魔力 在攻击都施展出来之前 就被打断了 现在他感觉 有一堵巨大的高墙 树立在自己的面前一样 他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与他现在的形象 非常的不符 我怎么还是打不过你 你以为自己 已经变成了光 但你知道吗 柳依涵挥舞着他的火焰长矛 打断了米加勒的动作 米加勒的毛术 相比以前好了很多 但即便如此 也无法挡住柳依涵的火焰长矛的攻势 他的身体不断地被柳依涵的长矛击中 作为所有龙鱼火焰的领主的柳依涵的火焰 能轻而易举地对超越者的身体造成伤害 米加勒身影着 光 说到底是火的一部分 当然 把它提升到极致是一件好事 你成长为超越者的方法 可以说是一个全新而且极具独创性的方法 这是继撒日之后的第二个最好的方法 但这在我面前并没有多大意义 胡说八道 你这个无名小卒 米加勒被柳依涵的话激怒了 向着周围不断发射出光束 米加勒的攻击是如此的卑鄙 这些光束不仅是针对柳依涵的 而且还针对他的人 然而 就在米加勒背后的那五双光之翼 将魔力引导向魔法阵 将魔力转化为足以毁灭 这整个世界的破坏力之前 柳依涵将试验覆盖上了长矛 并激活了反击技能 技能 反击 已经到达七十三级 暴击 天啊 被一个无名小卒击伤的感觉怎么样 米加勒 而且 哦 对了 你知道小 Miner 和米加勒 Michael 的开头 有两个相同的字母吗 成千上万数的火焰激光 穿透了米加勒 米加勒的身体上 满是被火焰击穿的洞 但是他利用了 天堂里无尽的魔力恢复了 我会 米加勒的金色眼睛充满了杀气 然而 与他那沸腾的杀气不同的是 他说话的语气十分的平静 是的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 你是与我以及撒旦 还有格里德和加百列对等的强者 你现在醒悟过来了吗 在说了这么多之后 你终究是一个超越者 你不该表现得这么尴尬 对吧 试图攻击我的同伴 而不是攻击我 即使是小坏蛋 也不会那么做 柳一涵笑着走了过去 米加勒一边在双手上形成了气挂 Chakrams 气挂 又称七轮 感受 我的确感受到了 那可真是一个粗暴的提醒 米加勒放弃尝试用纯粹的力量 或广域魔法 来对付柳一涵 他决定压缩自己的魔力 这是他现在可以做出的 最明智的选择 他无法控制的愤怒和尴尬 被这屈辱的痛苦给冲走了 他作为超越者的理性 也因此回来了 是的 你很神奇 你掌握着其他人 至少需要几千年的积累 才能掌握的所有技术 并贪婪地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记录 从而进入了一个至高的领域 在看着你后 我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 我终于可以达到 超越者应有的境界 这多亏了你 你这么赞美我 我会感到不好意思 米迦勒在赞美柳一涵的同时 双手上的两个气挂 同样也在快速地摆动着 然而 对于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掌握了物理格斗技巧的柳一涵而言 他能轻而易举地预读出米迦勒的动作 并在他发动攻击之前 打断他的动作 我将会承认你为我的新主人 正如曾经的天堂之神过去的那样 你也会得到我的尊重 曾经的天堂之神 所以这次你想偷取我的力量 卡 柳一涵刚说完这句话 米迦勒因为恐惧而身体变得僵硬起来 但在看到柳一涵那意义不明的笑容之后 他仍然燃烧着他的斗志 你可能不知道是谁剥夺了天堂之神的权力病 把他驱逐掉的 不要以为只有格里德才能吞噬别人的力量 是的 任何人都有这种力量 我当然知道 由压倒性的魔力所形成的火焰与光在那相互碰撞着 每次的碰撞都会产生出绚烂的火花 作为光明统治者的米迦勒 甚至把这作为攻击手段 但是柳一涵不费吹灰之力地挡下了这些攻击 米迦勒这样的小伎俩 甚至都不能在火焰之龙的躯体留下一丝一毫痕迹 如果说你 是把你的记录当作武器 纳摩 我也可以成为天堂唯一的统治者 让所有的人都崇拜我 你为石魔不试着用你那强大的火焰来折到我的光呢 当你他不再点你让路的那一刻 就是你失败的时候 好吧 让我们看看 你说的会是真的吗 柳一涵嘲笑道 他仍然表现得很淡定 虽然这个地区已经在米迦勒的领域覆盖之下了 但他同时也在柳一涵的领域覆盖之下 作为五街中最耀眼的明星的柳一涵 可以说他比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耀眼 更多 还没有 还没 米迦勒向着柳一涵 用大量的光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蕴含着他力量的气在高速旋转着 好像随时要枪柳一涵分开一样 但是由于柳一涵领域的神力加强 并使柳一涵的身体超越了极限 因此柳一涵毫不费力地挡下了米迦勒所有的攻击 然而不仅如此 我在以前曾经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手工品 你知道吗 那 Cook 柳一涵手上的火焰长矛突然开始旋转起来 在彻底碾碎气挂之前 他与气挂的魔力是不相上下的 米迦勒急忙释放出大量的光束 来抵挡柳一涵的攻击 并在召唤出另一对气挂的同时 使用反击来应对柳一涵的长矛的突刺 然而柳一涵用宙斯盾轻易地防下了这道攻击 并向着米迦勒露出了笑容 再多给自己一点压力 你都已经是超过七百级的人了 你不应该会输给我这样才五百级的人 不是吗 我 我 长矛对气挂 TG对TG一一 他们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碰撞 米迦勒背上的翅膀 从不同的角度射出羽毛 来攻击柳 一涵 柳一涵毫不费力地 使羽毛偏离了射击轨道 并顺手在米迦勒身上 用长矛留下了几处伤痕 作为新超越者的柳一涵的攻击技巧 远远超越了其他所有的超越者 怎么 怎么会这样 米迦勒咬紧牙关 然而 即使在气挂增加到四个 八个 十六个 三十二个 甚至六十四之后 那个被打得狼狱不堪的人 仍然是米迦勒 你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你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你怎么能坚持这么久 你是怎么受到魔法的启发 并掌控它 火焰卫石魔会这么听你的话 你是怎么理解阿卡西记录的 你知道吗 我想我现在需要承认一件事 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之后 柳一踢开了米迦勒 开始挥舞起他的长毛 喊了一声 只见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团半透明的火焰 下一刻 他的长毛就被这团火焰所包裹起来 长毛的各项能力都被加强了 我就是个天才 她是我的男人 但她是如此的邪恶 但又是这样的帅气 即使和她一起生活了一千年的莉拉 也承认了这一点 柳一涵忽略了她的话 张开她的双臂 她现在的性格仍然和以前一样 不是吗 现在没有必要再犹豫了 毕竟她现在的正在做的事 是十分傲慢的行为 你看到了吗 现在的我甚至可以做到这一点 重谓一体 什么 在记录选择的数量上的限制 或魔力的冲突 已经不会再出现到她身上 柳一涵所有的记录都汇集在一起 凝聚成为了一杆长毛 在领域的范围内 柳一涵拥有绝对的力量 并且还能用宣言 Decoration技能 用来创造只属于自己的魔法 创造正在激活中 通过记录组合 形成一个新的领域 神话级 永恒级 直到现在 他们都是 象征着最好的品质 现在 在柳一涵手中 创造出的长毛的品质 已经超出了 通过语言 描述方式的范围 执行断野之神的力量 执行火神之力 创造奇迹 所谓的特征 所谓的特征和形式 在这大量的记录面前失去了意义 这干毛的强大与美丽 无法用言语形容 如果非要给他一个名字 那摩他将会被称为神之毛 你 那是 柳一涵毫不犹豫地把他受众的长毛扔向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米加勒 米加勒立刻退避开来 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对他做任何事 而且天堂世界也就是他的领地 他的魔力和他的呼吸都在排斥着干长毛 暴击 柳一涵的长毛并没有射中米加勒 但即便如此 整个世界这因为刚刚的那一下而被削弱一些 长毛的每一次挥动 这个世界本身就会受到伤害 并因此变弱 与此同时 柳一涵的魔力液正在迅速减少 直到魔力完全枯竭之前的那段时间 柳一涵有足够时间去解决米加勒 那就是新的超越者 你说的最明亮 最闪耀的明星 天 天啊 米加勒勋爵已经宣称自己是新的主神 在原主神不在的现在 我们是否需要将他当作新的主神呢 我们所服侍的主神只有一个 但是 乌里尔女是有 即使米加勒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了柳一涵 他也不可能赢得足够的信任 而且 随着现在他被柳一涵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 犹豫和不信任的种子 已经开始在所有天使的心中萌芽 天使们的反应大致可以分成三组 一些是拒绝接受现实认为主神是不可能抛弃他们的人 一些则是选择追随米加勒的人 剩下的则是被乌里尔发自内心的劝导和柳一涵你势不可挡的力量所震撼的人们 好了 这是最后一次招降 柳一涵没有继续追杀米加勒 而是向周围的天使招降 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 你可以顺利进入龙潮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更高存在的魔石 更高级的金属 好了 不要感到惊讶 现在 即使你两手空空 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 你为师摩一直要用家庭购物广告这样的语气去招降啊 我 在这时 一个沉重的声音响彻了 如果我向你投降 你会接受吗 柳一涵笑了笑 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他认识的人 当然 莱希尔 威西尔 你曾经给过我们完美的手工品 现在 你甚至可以获得一些奖励积分 声音的主人 正是天军的莱希尔 他负责守护着天军的宝库 虽然当时只是根据合同 他给江蔚来和柳一涵 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手工品 当然 米加勒和拉斐尔 篡改了火焰之星 而且他在这场单方面屠杀的战争中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正因如此 柳一涵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因此 他可以说是柳一涵在变强的道路上 间接起到贡献的人 所以 柳一涵不可能也不会拒绝他的投降 你会 真的接受我的投降吗 不 你能接受我的投降吗 来希尔 你敢 欢迎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 柳一涵的长矛 再一次挡下了米加勒的攻击 当来希尔成功加入时 奇迹摇篮出现了 在看到包围他外层的魔力之后 每个人都害怕地往后倒退了几步 奇迹摇篮贪婪地张开嘴 将来希尔整个吞了下去 啊 他死了 天使常会 这么容易死吗 不 他没有死 他现在成为了来希尔殉爵 来希尔殉爵 他是个叛徒 一个抛弃天堂 选择了爬行动物的叛逃者 来希尔的种族的改变病 没有花太长时间 柳一涵从他复活赫莲娜的时候 就已经获得了其他派系的力量和记录 以至于在他成为了龙巢之主的现在 这种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放大 奇迹摇篮打开了 从里面出现的来希尔 变成了一条长有三对翅膀的龙 而且 他获得比以前更强大的力量 在我已经摆脱了天堂的束缚的现在 我终于可以说出实话了 来希尔惊恐地瞪着米加勒 大声喊道 他是个假货 他是一个虚伪的主神 趁着原主神失误的时候 将他驱逐走 取代了他的位置 他是一个懦夫 以更大的善为幌子 从而满足他对于权力的贪婪 妄想着这一切都是 为了天堂 我现在发现了真理 发现了真正的自由 天使们 睁开你的眼睛 用你们的眼睛 好好地看看 那个自称为主神的人 那隐藏在光芒后面的 那堵落的翅膀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冻结了 柳一涵脸上带着微笑补充道 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产品 已经有许多人在电话调查了 如果你想要下订单的话 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天使们低声说道 在看到七阶天使长成为七阶龙之后 他们保持冷静 是非常不正常的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柳一涵与他们处于不同的联盟 他是一个可以彻底改变生存的人 米加勒 你还觉得 这是你自己的世界吗 柳一涵笑了笑 在成为龙之王的过程中 柳一涵的形象 变得具有神秘的统治感 但他形象的俏皮笑容 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魅力 当然 米加勒在面对他时 感到有些沮丧 你在震撼所有人 你忽视了规则和法律 现在你忽略了生活的秩序 甚至是无法逾越的记录 你 柳一涵 柳一涵再次笑了笑 甚至奇迹的摇篮 似乎也在向米加勒施加压力 米加勒感到沮丧 因为他在身体 精神上 甚至在言语中感到自卑 虽然他的水平更高 但这个世界是他的领域 难民天使 甚至出现在这里和那里 逃离天堂 然后 你会变得更强大 你知道我为什么强大吗 这是因为我离开了组织 并没有选择 他一如既往的忽略了莉拉的反驳 现在 优势已经向他倾斜了 最重要的是 莱西尔 瑞西尔 是第一个启动波浪的联姨 非常有效 使得许多更高级的天使和天使 都来到他身边 什么 跌落到更低存在 不要担心这样的事情 这很好 无论你输了多少 我都会把他们全部还给你 停 停下 停下 看着我 你的主神 你将追随一只纯粹的爬行动物 而不是米迦勒 不 等等 那一刻 当米迦勒垮台时 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分离天堂和混沌的混乱之墙 在这个时候开始颤抖 该死 现在怎么会发生 魏石魔 最近在混沌之墙中 出现了这么多震动 这都是因为 主神离开了天堂吗 我 我成了新的主神 但那堵墙 怎么还不稳定 既然天堂的力量 处于最低点 那魔 对于毁灭恶魔军队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旦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米迦勒这魔座的天堂 就会崩溃 这成为米迦勒 和其他天使 改变思想的诱因 即便如此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天堂 我也会为你回复 所以不用担心 那一刻 柳依涵说话 他对自己厚厚的笑容 充满信心 向所有天使宣布 我不能成为主神 我无法成为 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我并不怜悯 也不认为 我会为每个人牺牲自己 但是 我可以发誓 为了生存 我需要获得天堂 所以我会获得它 无论是米迦勒 毁灭恶魔军队的领导者 天堂之神还是撒旦 无论是谁接管了天堂 我都会把它从他们身上夺回来 柳依涵在他来到这里之前的几短时间内 投掷了一系列特殊的再生陷阱 他最终消失在 组成天堂的云层深处 但潜力已经开花了 除了柳依涵之外 没有人可以发现 这是希望的幼苗 而且只有他才能收获 阻止他们 米迦勒勋爵 Lord 我们现在需要阻止他们 柳依涵可能是一个敌人 但我们现在需要击败的 是那些爬上混乱之强的掠夺者 米迦勒身边的天使 或者那些否认整个故事的人 都反对柳依涵 他们既无法阻挡他的行为 也无法恢复再生陷阱 不 即使他们可以 他们也没有时间浪费在柳依涵身上 我当然是 这是一个谎言 他觉得 自己的脑袋随时都会爆脸 如果米斯蒂克在这里 他可以代替他 分散再生陷阱 但他现在不在他们身边 因此 柳依涵必须用他自己的魔力 来控制再生陷阱 经过几轮微光和宣言 以及超越轨迹 和其他一些技能 再生陷阱的创造 最终消耗了大量魔力 他拥有的魔力 开始见底 虽然他现在正在利用 自己超越者的力量 但到他的魔力完全耗尽的那一刻 这场战斗 不会顺其自然 然而 柳依涵根本没有表现出 任何迹象 事实上 他再次消耗了他的魔力病 使用了宣言 迷途得高扬 由于米加勒 天堂之神和毁灭恶魔军队 天使们的思绪正在旋转 于是柳依涵最后一次敲门 跟着我 我将向你展示道路 这是你不必与我为敌的唯一道路 你现在听起来有点酷 艾达的脸颊染上了飞红 柳依涵听了他的话后 微笑着向上举起手 飞行堡垒相应地打开了他的入口 让被认可的天使进入 而那些试图袭击他的同伴的人 只是在他们进入之前就被击退了 尽管柳依涵拥有压倒性的统治地位 但他只能带走天军的十分之一天使 但其中十分之一是莱希尔 Raisio和塔西尔 Tachio两个大天使 因此也可以认为他带走了天堂战斗力的三分之一 在那之中有一个人来 让莉拉也很开心 莉拉 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去 我明白 你的眼光是正确的 但 但你知道 主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 我只是好奇 你不再被需要了 现在回去吧 柳依涵看到他差不多完成 并回头看了看 在这整个天堂中 唯一能感觉到 他的人正站在那里 米尔 你做完了吗 是的 爸爸 六阶龙在他们来到天堂后 继续进行唯一但非常重要的任务 以自信的声音回答 我把他们抢走了 哈尔卡尼姆 菲西诺姆 埃尔哈兹拉 以及其他高级金属 和整个库房 感谢莱希尔的缺席 我比预想更快完成了 这都是因为 我是从爸爸那里学到的 那里有令人满意的父子关系 艾达甚至失去了反驳和无助的嘀咕的意志 与此同时 天堂也变得一团糟 意识到主神的缺席 而陷入恐慌的天使 看到米加勒生入更高阶存在 而决定跟随他的天使 紧张地思考着 他们应当抵御毁灭恶魔军队进攻 并不关心其他任何事的天使 当然 在这之中最为慌张的是 米加勒本人 嘿 米加勒 在我再次见到你之前不要死 好吗 你的经验是我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交给别人 那将是令人沮丧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胆胆说这些话 尽管柳依涵 没有丝毫意图嘲笑他 只是出于善意 米加勒被激怒了 该死 和他相处 真是太难了 柳依涵耸了耸肩 挥了挥毛 米加勒畏缩了一下 以为柳依涵即将使用超越轨迹 但显然 柳依涵只是表演 当米加尔意识到 自己被愚弄时 他投掷了一把光之毛 但到那时 柳依涵的瞬移技能 被激活并聋 照在飞行堡垒内的 每个人身上 乌列尔偏转了光之毛 柳依涵送给他 一个感谢的眼神 并向米加勒 和其他天使挥了挥手 好吧 那么大家 祝你今天愉快 在你看来 他们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吗 柳依涵悠闲的告别问候 和丽拉的反驳 打进了米加勒的耳朵 那就是他们的结束 他们融入稀薄的空气 好像他们最初就不存在一样 包括米加勒在内的天使们觉得 他们都被当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傻瓜 刚刚 他们 赵 召集所有在外面派遣的天使 这是最大的紧急情况了 也许 或许毁灭恶魔军队 可能真的入侵天堂 所有的天使 都忙着走来走去 柳依涵是一个行走的灾难 是一个带走他们部队的恶棍 但现在末世间对他说坏话 米加勒也咬牙切齿地行动起来 毁灭恶魔军队 呵呵 实际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呀 向我低头 但却不是真意 继续看下去吧 我将向你展示新神的力量 米加勒的力量 是一个七百级的超越者 虽然他因为性格低劣 而被柳依涵拒绝 但他也不轻易被其他人嘲笑 既然他完全超越了天使 他就有信心 不会对除了柳依涵之外的任何人 无论是格里德 撒旦 还是天堂之神 我会告诉你 我将在所有世界上 捐刻上我是主神 跟随米加勒勋爵 Lord 我们唯一剩下的希望 新主神 像那样 天堂重生了 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 例如消灭叛徒 以及天使被龙巢 挖走的侮辱性事件 他们终于可以以 米加勒作为中心支柱 聚集在一起 虽然不完美 他通过前往混沌之墙 直接镇压所有 掠实者来证明自己 通过这样 每个人都知道了 新的超越者的诞生 与此同时 主神在天堂中缺席的事实 也被所有更高层的存在 所知晓 与此同时 柳依涵在成功执行任务后 暂时返回达鲁 从世界中加入了他的魔力病 迅速激活了奇迹的摇篮 然而 他很快就发现了 奇迹摇篮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就是 当有少数生物被重生成龙时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 当有太多的生物时 会令人难以置信的麻烦 天哪 这太烦人了 你们 立刻进去 等等 我的新主 进去吧 柳依涵和奇迹的摇篮 在从大自然中 获得大量魔力后 立刻变成了火焰 立刻袭击了天使 没有任何提示 任何人都会认为 他们将被活活烧死 然而 大火最终变成了一块红布 很快又被撕裂了 变成真龙的那些人 从内部倾泻而出 莱西尔勋爵 经历了那样一个奇特的过程 但为石魔 我们像绵羊一样被放牧 这很好 因为你们是无名的额外人 如果你在末日之战 Harmageddon 终存活下来 我会给你们结束奖励 柳依涵无视前天使龙的所有抱怨 再次激活了奇迹的摇篮 即使他一次照顾好他们中的许多人 他仍然有更多的进化 龙族军队 在面对更高的存在的同时 成长了很多 很快就会产生模范的标本 他们会演变成真正的龙 而且有更多的时间 柳依涵认为用武装神级手工品的力量 抹杀另一派 将变得简单 然后 他意识到 他的父亲曾联系过他 什么事 爸爸 我在工厂工作 我的意思是 进化其他人 所以我很忙 啊 发生了些时期 所以我给你联络 他的父亲加百列说话的语气 就像没有什么事情 发生过 似乎我的行动被预知了 反天使与堕天使合作 正在入侵我们 哦 我也在这里看到撒旦 太好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两个会合作 等等 为什么撒旦曾保护柳依涵 还要与主神合作 录rome灵的无竜 狼羞